这个也说明了 如果我们做人民的 我们觉得政府不好 我们觉得很多政策对人民不利的话 我们可以做什么 以往我可以在餐馆里面摆 摆到不够摆我要改变 我来万乐镇这个空地这边摆 以往如果政府对我们不好 我们可以用选票 不单只是选反对党的中议员 甚至连反对党明年 也能够真正正正在马来西亚做政府 各位 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四周围 尤其是我们的好朋友 国阵还有马华 全部雄心万丈 怎么说雄心万丈 在最近的这个国阵大会里面 我们看到一片蓝海 所谓一片蓝海是全部人穿上蓝色的衣服 过后呢 我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 我们的这个首相纳吉 他讲了什么话 他讲 他讲什么话 不记得 他讲 他讲了这一句话 先天下之悠而悠 后天下之乐而乐 各位 这句话 这句名句 它的意思是要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领导人 以民为本 但是我们看到国阵所实施的种种措施 尤其是在上个星期 所实施的这个四合一张架 电邮起架 糖起架 我们能不能够看到有任何一个国阵的领袖 甚至是马华的领袖 站起来为我们的人民说一句话 没有 没有一位站出来为人民说话 只有谁说话 只有明年的一员 明年的领袖 但是很遗憾的 当我们的这个大学生 他们到这个Putrajaya 去给这个备忘录首相 要求首相重新检讨 这个四合一张架的时候 你知道下场是什么吗 下场就是 三位大学生 当场被捕 各位 大学生他们去到Putrajaya 只是希望交一个备忘录 希望我们的首相 重新检讨 不要让这个石油起架 因为石油起架 它不单只是导致在座的每一位 负担增加 就连马华 巫统 所有党员包括领袖 他们自己的负担也会增加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当小弟发表了一些言论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马华的 甚至是巫统的 很快就反应 要反击 但是当电邮起架的时候 他们的声音去了哪里 你目击 我 妹 谢谢大家